主席各位同仁,請下一下部長 我會議詢問一下,這個先不要幫我計算一下 今天為什麼那個蒙藏委員會沒有來呢 主席,請下主席 這位好,等一下還沒開始,我在問 我問在那裡主席 因為這有一些西藏和藏人來補分 所以這個先要邀請人,等一下審議的時候 那還沒有開始之前,我還是要 稱許我們今天的召集委員,黃昭順黃委員 因為我們今天在審議,這個難民法 這個是我們跨時代的,這個 這個從過去07年民主進步黨 當時執政提出難民法到現在 這是第一次真正在排定審定這個難民法 這個對於表彰我國保障人權 這個促進人民權益的保障 這個是相當具有時代的意義 所以這個我還是要跟我們主席 表示肯定的一個意思 那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有關這些國際難民的問題 大概有三個法是必須要同步來做配套的修正 一個是難民法,我們今天在審議難民法 那第二個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的修正 因為這個涉及到這個大陸人士 那另外一個是移民法第16條 那這個恐怕會涉及到一些無國籍的 譬如說剛剛特別提到我們長期關注這些 藏人的這個他居留的這個問題 跟他難民 藏籍人士的這個難民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主席啊 我也跟我們委員會建議啦 這個未來這個主席啊 我們在未來在審議的時候 包括主條 難民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跟移民法 我們一步到位 在我們這個會期裡面 把這些所有的條文 爭議我們都一次把它解決啦 提供完整的一個解決的一個方案 陳委員我跟你說明 我時間先暫停一下 因為另外一個就是兩岸關係條例 那個部分 是那個宴會是交給內政委員會 對啊 那民法是交給內政、國防、外交 所以變成兩部沒有辦法一起來 所以大概我會如果在 要不然下個禮拜輪到你排 還有移民法第16條 移民法第16條 那個是只有算內政委員會的 我們可以兩個條文一起來 那我會建議說我們這個會期 假如說超越有共識 我們就在這個會期裡頭 就把這三部法令 同步的一次的做修正 來解決我們長期以來這些 帶法令規範到 互有疏漏的這些問題 這個是跟我們內政部 跟所有委員會的同仁來做建議 那我比較關注的重點是在於藏人 那大概藏人來台灣有幾個身份 一個是黃皮書 就是印度政府發給他的旅行證件 這些流亡藏人的黃皮書 那這些流亡藏人不見得都在印度 那第二個最多的國家大概是尼泊爾 所以他們就有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 發給他們的一個綠皮書 好啦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兩萬的在尼泊爾的藏人 假如要來台灣怎麼來 我們移民署知道嗎 這些人怎麼來 假如是這個拿了綠皮書的藏人 他怎麼樣來到台灣 他怎麼出境 他怎麼入境 你的了解呢 目前是要申請簽證 要大部分都是拿印度護照 現在不講印度啦 再講尼泊爾 政府發給他的旅行文件 印度IC 或者是尼泊爾護照 這三種證件 都要去我們外館申請簽證過來 這個部長 現在問題就來了 因為尼泊爾 第一個 他沒有簽署1951年的難民諜約公約 他不是 他不是諜約國 那他怎麼處理這些尼泊爾藏人的問題呢 他在1989年的時候 當時啊 他曾經 這一個 跟聯合國的難民署 跟流亡政府合作 簽了所謂非正式的君子協定 就是說 那你最終地 是到印度的 這一個 這個 德蘭沙拉政府 這個流亡政府 附近的社區去定居 那中繼站 那我提供一些必要的這些協助 那他的身份 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發給他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綠皮書 那 有一段時間 在1989年以前 曾經發給他們難民文件 但1989年以後就沒了 那換句話說 這兩萬個 流亡在這個 尼泊爾的這些 那這些藏人呢 假如 尼泊爾政府啊 他認為說 這個 藏人有問題 甚至他的工作權 他的相關的這些 醫療服務等等 這些有問題 他有一些政治理想不同 他就把這些人 就遣送 回 這個 中國地區 他就把他送回去 那這些 尼泊爾這些人呢 那因為在當地的工作 生活條件都很差 他也沒有順利的 沒有辦法順利的前往印度 那有一些又被遣返去中國 那有一些人當然就想到說 那我是不是有機會 我就來到台灣 那不管是宗教的理由 或者是其他經濟 或者是生活等等這些人 他就來台灣 所以 他的便宜措施是什麼 他就拿了 綠皮書 然後另外一個拿著 他的 所謂的 假的 甚至去買來的這個 尼泊爾護照 所以就進來了 我們就簽證就給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解決 就是這15位 2008年以前這些 2008年以後 來到台灣的這15個 流亡在台灣的 其實你從難民的一個定義來看 這些都符合相關的一個規定的 這些人的居留的問題 好 那我們過去怎麼解決呢 我們就在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 第17條 在我們的移民法 抱歉 第16條的規定裡頭 就是說 這些人呢 假如經過我們盟障委員會 認定其身份 那我們移民署啊 就給他 拘留了這個許可 那問題來了 那我們盟障委員會 他怎麼認定 綠皮書是流亡政府認定 那我們盟障委員會 就自己又定了一套標準 說 這個會唱歌跳舞的啦 會講西藏話的啦 那這些人呢 這個 這個 他也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標準 也沒有漫無一個 一致性的一個 客觀的一個標準 那來 就來進行 來認定 有一些人是 或有些人就不是 這認定的標準 就 沒有辦法 採取一個 跟其他 難民的標準 認定標準一致的一種做法 所以 我跟那個 庫拉斯委員 我們就 移民法這個部分啊 我們有提出 我們的一個 修正的一個意見 那 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類似這一種 像尼泊爾的人數最多 而且是問題 期待解決的這個部分呢 包括說我們 整個審定標準的一個認定 我希望說移民署能夠檢討 那 也把這些相關的這個認定 不應該由蒙障委員來認 怎麼會由蒙障委員來認定呢 應該是交由 回來我們未來 但難民法的一個整合機制裡頭 來認定這個身份 這樣才合理啦 我不曉得 部長你的意見怎麼樣 的確如果按照 陸出國移民法第16條第4項 它那個實現的規定要是能夠 未來修法克服的話 那這個也往這個方向走 這個是一個方向 那在這個方向的基礎之下 對於 認定的標準 當然也搭配 這個難民法的立法 蒙障委員沒有任何的 實質的 能夠把它納進 蒙障委員的運作的方式 他怎麼樣去認定這些 我們過去馬政府在執政 蒙障委員是不跟流氓政府打交道的 簡單講這樣 你根本不用提到說 要承認他的綠皮書 所以我覺得 我們新政府要改弦更張 你這個認定的相關的一個標準 你要必須跟國際的這些 難民的這個認定的一個標準 是一致嘛 機制一致 救濟的方式也是一致 這樣才標準嘛 人權怎麼可以有差別待遇呢 對不對 這個是 這個是一點 那另外就是說 在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 修法裡頭 因為現在 包括 現行的第17條 這個基於政治經濟等等這些理由 但是他的辦法 這個我們陸委會也在這邊 我們的居留跟短期 一清居留長期居留跟定居 許可辦法裡頭 也只限定 它的範圍非常的狹窄 所以我們也主張說 這個範圍 就有關大陸人士 不管他是這個大家 我們 我所理解的中國人 或者是所謂的大陸人士 其實他的標準也應該是跟 國際其他的一個難民的標準 也應該是必須是採取一致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也主張說 包括說 在我們現在難民法的第三條裡面 對於難民的身份的一個定義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些申請難民的這些理由 大陸人士應該也是比照辦理 我不曉得這個主委的看法怎麼樣 方向上 方向上 這樣是個很好的想法 那基於立法策略上 怎麼樣做的時候 那我們再來看那個佩合大院的思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是藏人 不管是大陸人士 都可以當然 不管是這個無國級或外國級的 在我們整個政府的審核機制 那你必須是有一個一套一致的標準 一套的申請程序 一套的相關的審核的機制 跟整個包括他未來的一個術院或行政程序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處理的程序 應該是要有一致性的一個標準 這個才符合我們今天在審查難民法 這種所謂的國際人權 是普世價值的一致的標準的定義 這個是我必須跟這個我們 內政部跟陸委會跟我們移民署 這個來做溝通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呢 另外呢針對 這一個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有15位 現在有15位滯留台灣的這些藏人 那他的身份認定 我們現在盟障委員會也在做 這一個 這個他的一個身份的一個審查 那因為我們有現階段有牽涉到一些修法 我們剛剛所提到 我們也希望說在我們委員會 假如說大家草野有高度共識 那我們這個委員會 能夠盡速的完成審議 那我要拜託內政部 因為修法的一些時期的一些考量 這15位現在制台的這些藏人 能夠在這些考量之下 人道的一個考量之下 能夠在他的一個居留這個問題 能夠給予比較寬容的一個處理 這樣這樣可不可以 委員跟你說明一下 這個對這15位 對這15位我們用 現在制度裡面 最寬容的方式來處理 那對於未來修法的部分 在大體的精神上 我們當然是希望 就是能夠有關 牽涉到大陸 那盡量要是能夠在 在那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或者是其他的來處理 會更好 那但是呢 怎麼去處理的時候 還是尊重大院好好 那個我再給我 我兩句話就結束了 我建議啦 行政的版本跟其他委員的版本 我大概都看了一下 我建議啦 因為這個是台灣 這個政府對於人權保障的一個重視 至少至少 我們的難民法的一個修訂的一個標準 是必須參考難民地位公約的一個標準 或者是其他這些 這個人權 這個開發 以開發國家 或者是OECD這些國家 人權表彰的一個標準 那其中有一個我就很有意見 經第三國 這個部分 我們時間到了喔 我們行政辦 在地資料把它拿掉 經第三國來台申請 這個難民這個部分拿掉 我這個我不太贊成 這個我也會再討論 這個我不太贊成 我為什麼不太贊成 這個部長你可以去考量 我剛剛講到 尼泊爾這個例子啦 那個部長 尼泊爾剛剛舉了這些例子 他在尼泊爾 他因為他跟中國 或者是大陸的這些 特殊的政治的一些考量 他不會給予他政治庇報 他怎麼會跟德國日本一樣 他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難民地位公約 他有簽訂 他就給予他這個難民的身份 所以經第三國來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 在 一些特殊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做一些特別的考量 講的是第三管的消極條件 他從 譬如說他 從中國大陸跑出來嘛 他跑到尼泊爾 對不對 尼泊爾到台灣這一類的 我們的行政院是把這個 這個管道把它排除嘛 所以我說 我們台灣的因為 我們的國際地位 我們的特殊一些考量 在有關這個經第三國來這個部分 我們要給予 給予特別一些考量 因為尼泊爾畢竟不是 像我們所舉例的說 跟德國日本 委員時間到 這個已經有可以申請 難民你就在那裡申請就好 那你為什麼來台灣 對不對 這確實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考量 我覺得我們修法的時候 這個部分我們要納入考量 好 接下來 我跟委員會報告 那個因為剛才 古拉斯委員跟陳超銘委員 特別 對話了一下 要求一下 因為陳超銘委員的選區蠻遠的 所以我們就延長一點點時間 讓陳超銘委員 講完話 我們再休息 那請陳委員 請盟葬委員 唉 指示 我們列集所有政府官員 各位委員 大家好 請盟葬委員 一定要到 首先感謝指示這樣的統籠 那有請我們的岳部長 谢谢大家